因為四強賽三陣掉對手後 朝對手休息室回應對手的垃圾話 雖然有主播表示是對方先噴他 說林玉銘球速不快很好打等等 但因為轉播的關係 只會看到是有林玉銘主動嗆聲 也因此讓大家對於林玉銘有了不好的印象 甚至有球迷在影片下面留言 等你可以K掉日韓的時候再來臭屁吧 各位有幫球迷找到我玩玩 我是阿杜凱 在這件12強的金牌戰中 林玉銘投出了4局3K零失分的成績 封鎖住了日本隊的打線 幫助台灣對抗了南城的日本武士隊 那在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認識一下這位厲害投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林玉銘出生於2003年的7月12日 身高180公分體重82公斤 頭打習慣是左頭左打 綽號叫做玉米 也是他名字的諧音 不過他有這個綽號 是他到了國高中之後才有的 因為他在國小的時候 綽號叫做土波鼠 後來他的隊友覺得他長大 該進化了 所以就改他的綽號叫做企鵝 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他走路的方式很像企鵝 而林玉銘的哥哥是 現教力於台岡雄英的陳偉浩 林玉銘來自於台東 爸爸會打雷球 叫做哥哥是棒球隊成員的關係 林玉銘受到了哥哥和爸爸的影響 從國小二年級加入棒球隊 也正式開啟他的棒球之路 林玉銘從小就有很棒的棒球天賦 主要也是擔任投手的這個位置 更還有入選過U12中華代表隊的其中一員 來到國中以後 林玉銘在球隊中遇上了楊介仁教練 對於他非常的用心指導 使得林玉銘的球技突飛猛進 並多次的在賽會摘下各種獎項及MVP 跟入選成為U15中華代表隊的一員 在對戰日本隊的比賽中 他先發主頭五局 標出9次三陣僅失一分 在國中階段 林玉銘也立下目標 期許自己在五年後能夠旅外 第一志願也是多數球員嚮往的日本之棒 因為擁有出色的表現 而獲得了棒球強權的邀請 林玉銘也追隨哥哥 來到了古堡家鄉就讀 剛進入高一的林玉銘 就受到了球隊教練的重用 在黑豹七大賽冠軍賽中 單剛先發投手 對陣的投手正是平鎮高中的 怪物強投徐洛希 最終林玉銘帶領古堡家鄉大獲全勝 組頭六局用了98顆球 只被敲出5沾打失掉1分 也摘下了該屆黑豹期的賽會MVP 2019年也是林玉銘傳奇的一年 在U18世界盃出賽4場摘下2勝 吃下14局 交出防御率0.60的成績 僅被敲出3沾打 並送出15次的三陣 帶領中華隊 奪下該屆U18的冠軍 接下來幾年內 林玉銘的球技也越來越進步 因為龍捲風式的頭球 像極了當年叱咤風雲的人物野貓英雄 使得他早早就獲得了大量的關注 不過真正獲得台灣球迷關注的那一天 是他在2020年黑豹期大賽中 因為四強賽三陣掉對手後 朝對手休息室回應對手的垃圾化 雖然有主播表示是對方先噴他 說林玉銘球速不快很好打等等 但因為轉播的關係 只會看到是有林玉銘主動嗆聲 也因此讓大家對於林玉銘有了不好的印象 甚至有球迷在影片下面留言 但你可以K掉日韓的時候再來臭屁吧 不過這個事件並未影響到他的發展 高中最後一年林玉銘持續闖蕩各項大賽 冰頭角出好表現幫助球隊奪勝 更以18歲的年紀入選U23中華代表隊 面對古巴主投4.2局 被喬出4支安打失掉2分 另一戰則是4局失掉1分自責分 雖然吞下敗頭 但以越機打怪的表現來看根本是鬼了吧 他也在大一上學期實現了自己旅外的夢想 不過去到的並不是自己夢想中的殿堂 而是比日值更夢幻的大聯盟 2021年的12月17日 林玉銘和香偉蛇隊達成共識 以60萬美元的簽約金加盟了小聯盟體系 林玉銘在隔年6月被分排到了新人聯盟 並體驗了一下在美國投球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在新人聯盟投的實在是太好 只在新人聯盟投了一個多月後就上到了DJ1A 雖然說上到DJ1A後 林玉銘的控球似乎有點失常 不過林玉銘仍投出相當良好的成績 新場先發吃下33年一局 被喬出31隻安打僅失掉11分的自責分 防禦率與WHIP值則分別是2.97與1.140 至於K9和BB9則是13.5與4.3 2023年的經典賽中 原以為林玉銘有機會入選成為其中議員 不過因為他回台灣的時間 沒辦法趕上交名單的時間 所以教練團沒有辦法100%掌握他的狀態 並將他規劃在第37人 最終並會入選成為中華隊的議員 開季林玉銘也被分派到了高階EA 並在其中獲得13場出賽 角出防禦率3.43的成績 而因為季中越投越好的關係 林玉銘也擠進了香葦蛇隊農場新秀的第10名 香葦蛇隊也在7月的時候 將他升上了2A的等級 在2A的首秀 林玉銘就投出了6局010分的好投 不過整個8月林玉銘開始出現不適應 25.1局的投球一共失掉22分 角出防禦率6.75的數據 好在9月開始林玉銘逐漸穩定了下來 將單月防禦率降到只剩下2.04 也讓他在2A的防禦率下修到4.28的數據 即賽結束後 林玉銘接受雅韻及雅錦賽的徵招 在雅韻兩度面對韓國隊 第一戰投出6局010分的好投後 第二戰5G失兩分吞下敗投 不過也是因為雅韻的關係 讓林玉銘遇到了心靈捕手林家鎮 林玉銘表示很多旅美的投手都在意個人成績 在敦補的時候都還會想著自己上個打血的內容 但林家鎮不同 非常在意團體所繳出的表現 也因此林玉銘和林家鎮搭配起來非常契合 兩人更因此成為了室友關係 雅韻結束後 香味蛇隊對於林玉銘有其他的安排 便協助他和棒血溝通後 並辭退了雅錦賽 回到母隊後 林家鎮也重新被香味蛇隊給簽下 讓這隊頭補搭檔在美國再續前緣 林玉銘在休賽期期間 被評比為香味蛇隊農場新秀的第7名 更被邀請參加香味蛇隊的春訓 也被分派到2A起步 可惜今年林玉銘的運氣不太好 在4月的時候住在場邊看球 卻被一顆飛進休息室的界外球打中 造成下巴鼓裂必須休養至少6週 直到6月初才回歸到球場 回到球場後 林玉銘也花了一段時間調整 隨著出賽場次越多 林玉銘的表現也越來越好 今年的防禦率雖然來到4.28數據 但扣除掉季出高達7的單月防禦率後 其餘每個月的防禦率都在3字頭左右 甚至到了季末還只有2.79的數據 也在季末升上到了3A的體系 並在其中出賽一場直下4.2局 被削出4隻安打僅11分 並入選成為秋季聯盟的議員 出賽三場後 他也回台灣參加12強中華隊的集訓 並擔任12強首戰的先發投手 面對韓國的全職業明星隊 林玉銘完全不懼怕對方的打線 雖然遭遇到了亂流 但也一個一個穩穩地抓了下來 最終主投4.2局失掉2分 下一次的先發原定於是在4強賽對戰日本 不過因為中華隊確定晉級金牌戰的關係 使得這場比賽變成是一場消化式盒 中華隊不惜繳交罰金 也要將林玉銘保留到金牌戰來先發 面對27連勝沒有輸過的日本隊 林玉銘前兩個半局都讓對方三上三下 第三局一度遭到亂流 內野安打加上寶宋行著一二雷友人 不過在林月平以及林家人的安撫下 林玉銘無時分度過這局的危機 第四局雖然開局投出寶宋 但也靠著隊友的手臂完美守住 最終林玉銘在金牌戰中阻投4局無時分 將日本武士隊的打線給完美封鎖住 成功對抗南城的巨人王牌 最後和中華隊一同摘下金牌的榮耀 回顧林玉銘的生涯一路走來都非常順遂 不過因為個性活潑以及身上有刺青的關係 使得在部分球迷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球技 期待他的故事能夠繼續撰寫下去 寫出更多人生新的篇章 成為下一個登上大聯盟的台灣球員 好啦 那以上就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吃美食的話也可以追蹤我的IG 也可以到我的生活頻道 都是喜歡網路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就要不要隨便宜的